首先 我要恭喜臺灣戰隊 TWM 48 在今年的世界駭客大會搶齊攻防賽中獲得第三名 真的是非常不簡單 今年這項賽事 全球共有 1,828 隊的報名參加 而臺灣戰隊不僅在激烈的預賽中脫穎而出 更以穩健的布料 良好的默契 在決賽中擊敗了眾多國家的治安好手 大家傑出的表現 我們都引以為龍 從剛剛10周年的短片 我們也看到臺灣治安人才的累積傳承 以及軍手們的全新投入 過去 在2014年臺灣戰隊 HIPCON 首次參加世界駭客大會 以黑馬這支在搶齊攻防賽決賽 奪下了第二名 十年之後的現在 透過技術及實戰經驗的傳承 我們在場的選手 也為臺灣延續的這項光榮 在世界級賽事發光發熱 我要謝謝各位選手的用心投入 向世界展現臺灣的治安實力 也請大家給自己一個掌聲 謝謝 謝謝 我要特別感謝數位部的治安署 治安院 以及我們教育部用心制定國家治安戰隊的選拔 跟培訓的機制 因為大家的努力 選手們可以在預賽及決賽前 透過一系列的真能活動來強化實戰經驗 讓臺灣的治安戰力再次養名國際 我也注意到 今年參賽的選手 有來自於教育部資安人才培育計畫中的AIS3 以及台灣好厲害的選員 也有來自數位部資安技能經燈獎的得獎選手 我要謝謝相關部會及負責的老師們 協力推動各項人才培育計畫 我們期盼各部會再接再厲 持續提升年輕學子對治安領域的興趣 在場都是治安好手 相信大家都認同 治安不僅跟每個人的生活息息相關 更攸關國家安全 從2016年我上任以來 我們就定令治安及國安的戰略 提升治安任性 在2021年也進一步推動升級版的 治安及國安2.0 去年我們成立的數位發展部 就是要來落實國家數位轉型 培育治安實戰人才 來打造堅韌 安全 可信賴的智慧國家 今天在各位身上看到的 臺灣治安實戰人才的堅強實力 我要再次恭喜大家 也期盼各位選手 未來能貢獻所學 傳承實戰經驗 一起來提升臺灣治安防護的整體能量 加入我們世界的治安防護網 謝謝